我们这个课程到目前为止 已经利用不同的内容类型做了几篇的文章 接下来在这一章的课程中 我们要来介绍在Juple系统里头的 区块跟区域这两个概念 要进行区块的管理 我们可以利用最高权限使用者身份进来到网站之后 接着来到工具列这边的架构 在架构的管理界面中 我们再选择区块 现在我们来到了区块的管理界面 在这个管理界面呢 它有两个页签 一个叫做Bartic 一个叫做Seven 这是目前在我们的Juple系统中 有被启动起来的版型 Bartic是我们一般使用的版型 而Seven是我们在做管理界面使用的版型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这块管理界面 它是使用Seven的版型所设计出来的 离开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块区域 是由Bartic版型所设计出来的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区块管理这边来 来到架构 再来来到区块 OK 现在我们在区块的管理界面中 同时我们是在Bartic里面进行区块的管理 要进行区块的管理 首先要了解一下Druple系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 也就是区块跟区域 我们先来看一下示范的区块跟区域有哪些 同时请你注意到 当你要点按它的时候 它有告诉你目前你看的是Bartic这个版型 所示范出来的区块跟区域 好点按这个功能 现在我们来到了Bartic本身的版型配置 在这个版型配置中有一些黄底的框框 这些黄底的框框在Druple的概念里头叫做区域 Region 而在这些Region里头呢 我们可以摆上很多各种不同的区块 来看一下Bartic它本身区域的配置 在我们的网站logo跟网站站名的旁边这边呢 有一个黑的 那么在黑的上面呢 有一个次选单 然后在黑的区域下半部这里呢 有一个主选单 在主选单下面这里有一个feature的区域 再来这边有面包屑 接下来又有三区 这里有sidebar foster 然后这里有一个highlighted 然后再来有一个sidebar second 再来 再来会有这一页的主要标题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有一个help的区域 再来是content的区域 content这个区域通常我们会放置 每一个网页的内容 我们再往下拉 接下来content结束之后呢 往下还有triptag first triptag middle 跟triptag last 这里又分成三个区域 再往下又有四区的话 这是在footer区域的地方 分别是footer的first current second current third current 跟first current 最后呢 还有一个footer的区域 在baric里面一共有这么多的区域 可以让我们来放置区块 我们再往上看 目前我们在sidebar first这个区域呢 目前已经有两个区块了 一个是搜寻的区块 另外一个是导航的区块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我们可以再开启一个新分页 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 好 来到我们开启来的分页这边来 这里是一个搜寻的区块 再来这里呢 是一个导航的区块 这两个区块呢 都放置在sidebar first 这一个区域里头来 我们再回来这边看一下 就是这一区 OK 了解了baric它版型的区域配置之后呢 我们点按离开区块展示区 这会让我们再回到 区块的管理界面里头 因此在你设定区块的时候呢 请你注意到 你目前是设定在哪一个版型上面 目前呢 我们是设定在baric这个版型上 如果你有很多的版型 可能你在设定区块的时候呢 要把每一个区块在每一个版型上 要放置在哪个区域 这个呢 通通要做分别的设定 再来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区块的清单 在区块的清单里头呢 它首先会列出区域出来 刚刚我们已经有看到了 header help highlighted feature content 这几个区域 目前在content这边呢 放置的是主要内容 再往下 有很多区域目前是都没有放置任何区块的 再往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已关闭这一区 其实这一区呢 代表的是 目前在Drupal系统中所拥有的区块 但是并没有放到区域上面的 因此呢 并不会呈现在你的Drupal网页里头 ok 了解了版型的区域跟区块之后呢 接下来请你进入下一节 我们在下一节的课程中准备把一些区块 摆到适当的区域上面来 让你锁毡 现在得 feminine区块